主席 一而再再三强调 现在文化部已经演你相关的一个办法 这个算是3.0版本 是不是 不是 这个是一个特别的 特殊的办法 特别办法 就是针对这一段时间 现在因为是二级防疫 二级防疫有很多的 因为它规定必须要梅花座 所以梅花座就演变成是说 我们的表演团队大部分都是取消 或者是有的延期 有的是人流管制 不管怎么样 它都造成多多少少的一些损失 这些损失包括票房的损失 那另外呢 有投入成本的损失 所以就是有一个综合性的 不长我确认一下 那对象呢 对象就是以这三个月 这个 不是三个月 这个月 这个月就是到6月8号 有取消场次的 或者是变动场次的 这个损失为对象 这个是 所以我之所以讲 特别就是指这三类 好 国片 还有流行音乐 还有表演艺术 国片流行音乐表演艺术 那本席请教啊 因为我们文化部所管辖的场馆 比较大的 包括台北两厅院 台中歌剧院 高雄卫武营 对 本席看到 譬如说像台中歌剧院 对 到6月8号截止 三层的活动取消或延期 对 七层的活动 照常举行 是 所以换言之 你刚刚讲 七层照常举行的活动 就不在这一次的补助范围内 七层的活动里面 如果说 有人流 因为受人流管制 而受到的影响 这个也可以 也有放宽 当然可以 对对 好 所以 本席就想要听部长讲这句话 我想 这个就超前部署 就说因为现在人流管制 卫福部以现在二级警戒的规范 是室内100人以下 对对对 所以换言之 如果说依照这样的标准的话 我们的表演场馆100人以下的观众 有可能他有人潮的限制 人数的限制 那即便他照常演出 他有可能也是影响 对对对 所以 只要是现在 就是说这段时间到6月8号以前 国内的艺文表演 你讲到这三大类 对对对 无论是 有没有正常的演出 延期取消或是正常演出 但有受到人流管制 对对对 都符合我们的办法 只是比例多少 对对 比例是要 要试各种不同的状况 我们再来做 那个 部长 这一次有讲说 初估有6亿的影响 对 那我们这一次 当然因为没有编列特别预算嘛 对对 所以你可能是 供的内都去找 资源来整合 对对对 这样子找了多少的规模 目前我们自己 我们预估大概 至少大概需要3亿了 那我们自己内部 我们昨天也快速的 盘点了一下 盘点大概可以 呈出1亿多了 不足的部分 我们会跟行政院再去争取 行政院也初步会支持我们 支持我们的艺文团队 所以预计跟行政院要争取多少 至少一半 就如果说你刚刚讲说 至少我们要拿出3亿嘛 对对对对 对不对 所以文化部自己本预算1亿多 然后跟特别预算 对对对 行政院这边再要1亿多 对对对 是不是 对对对 好那如果说到最后没有3亿拿出来 我们就知道可能是行政院卡你 不是不是 那就是我们努力不够 努力不够 我们一定可以 所以部长 我们跟艺文团体都希望你一起加油啦 好不好 是是是好 来那部长我再来看一下 最近我们另外一个议题 我想因为今天晚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展览 本来要开幕 到最后也没有办法开幕 这个是那个 我们这个新 新艺术博览会啦 是 那新艺术博览会在这之前呢 我先提另外一个概念 就是部长你有没有听过 最近有一个蛮新的概念 叫做NFT 有有知道 有吗 这个是数位艺术的这个 对数位艺术 其实简单讲它叫非同质化代币 那它意思就是数位艺术 因为数位化的东西可能很容易被复制 可是原创还是要保有 所以NFT就是做这个原创的概念 我们先看现在这个是最贵的艺术品 这个NFT 你看做出来可以到高达都是几千万美金 那甚至昨天 我们看下一张 昨天啊 这一个艺术品重新拍卖 部长要不要大约讲一下 您知道这一张艺术品到最后拍卖了多少钱 你知道吗 谢谢没关系 我坦白讲我不知道 这没关系 因为这个范围很广嘛 本席说 我本席看到也吓一跳 就这张艺术品 它是一个那个 等于是做元素去做这个数位运用的这个创作啦 它到时候拍卖得到的是5.7亿台币啊 一千多万美金 5.7亿台币创新高啊 所以我们就拉回来 今天本来有要做这个新艺术博览会啊 他们在这一次也有做这个NFT啊 也有做这个加密艺术啊 那今天开始又开幕 部长可能也有被受邀 只是因为他们现在临时疫情的关系取消了 是的 那我们想是说在这NFT上面 文化部也好 或是我们相关的这些部会 有没有针对这个数位艺术加密推广的部分 有一些怎样政策的一个措施 来鼓励我们本土的艺术家 也来往这个方向来发展 谢谢委员官先生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崭新的 一个艺术这个储存形式 所以也是这应该是去年 中旬之后才开始 在国际上去发烧了 所以很新很新 所以我们还必须跟艺术界 还有科技界 大家共同来讨论 那么找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向 是部长 本席现在提 我当然也知道了 这个确实是一个新的一个部分 那还有就是说 一定要相关科技的产业共同来做 但是我们也说 去年五月 其实文策院也好 文化部也好 也有针对虚拟货币 有相关的报道 报告 可是到今年 我们也不知道说 到底是不是有跟进 所以本席 利用这一次的直询机会 提出这个概念 也感谢部长 您有掌握到NFT这样的一个趋势 本席希望说 部长回去之后 跟我们相关的同仁 来针对这个部分 也来做个研究 我们应该要做超前部署 尤其是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 很多的这些创作家 他可能还是有他的创作作品出来 但是 怎么样可以让他们的艺术家的作品 能够得到更好的市场 跟国际接轨 我想这相对重要 好 谢谢 我们可以朝这方面来努力 谢谢部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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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